來 妳看 我的故事是就是 二十出頭的時候 那時候小時候 然後因為工作認識了一個 滿有名的攝影師 就是可能比較藝術方面或幹嘛的 然後後來他就是有私訊我說 他想要出一本就是比較日系的 寫真寫真集 因為我是很喜歡拍照的人 然後他又是還滿有名的 就覺得說 那如果真的可以參與他的作品 我會覺得好像 大家都叫得出來的人嗎 後來呢就是 反正我們就是在餐廳吃飯 他就開始告訴我的 他的天馬行空 他想要做這個啊 他的理念啊 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那那個想法就結構很完整嘛 你也不會不宜有他 那後來結果 後來是約在他家 對 因為家裡就真的怪怪 後來是約在他家 那時候我 會不會他家就是攝影棚 對也有可能啊 我會想說是不是工作室或幹嘛 然後我就 就坐計程車去他那邊嘛 然後進去後就是 對他家的確就是很大嘛 然後很像攝影棚或幹嘛 然後很多很多藝術品 那他就坐下來就開始跟我說 他今天想要拍什麼拍什麼 然後說他有準備好服裝 那接下來他就拿出了一個那個筆記本 他說這邊 這邊是我設計好的服裝 就是我想好的 然後一打開第一個就是 一個女生然後他就畫 上面就是繃帶 用繃帶纏身體而已 就是白色的繃帶那種 對他的意思就是說 希望我可以穿這樣 就只是繃繃帶 然後我就說 這個不是 這應該是沒有穿衣服的狀態了吧 你自己一個人去嗎 我自己一個人去 你也太大膽了吧 所以你可能覺得他是有名的人 對 他是專業 他不是什麼外拍攝影師 對 或者是說隨便命你說 我可不可以跟你約拍 他也不是這一種 然後我就跟他說 那這個我不能 這個衣服我不能 因為這不是衣服啊 他就是繃繃帶 他說那沒關係 那就是 就拍保守一點有別套 他就拿出了一件就是泳裝 我現在還記得那件泳裝是金色的 然後重點是那件泳裝呢 沒有 沒有那個罩杯 所以妳會積凸 歐美感的那種 對 只有布而已 對 它就是一層布 然後那時候我就是 已經開始有點 不是沒有罩杯啦 沒有胸墊 沒有胸墊 對 那我換上 換上後就開始覺得 妳有換 對啊 妳有換 妳還去換 因為 那個時候已經有點就想說 他已經拒絕你第一套 對 我會不好意思 我會不知道該怎麼辦 然後又想說 藝術的東西 他會在旁邊幫你洗腦 那時候因為 就是你不會先去懷疑 你會先產生困惑的情緒 然後想說會不會其實 不是我想的那個樣子 所以就會讓事情 就是再一步一步的往下 那接下來就是 他就要拍照嘛 我就有點像被說服了 然後他要拍照的時候 我還記得那時候 就是在他的浴室 然後他要我在浴缸裡拍照 後來他也拿出一瓶紅酒 他要我把紅酒 倒在我自己的身上 對 就是很乖 他說你要就是享受這個 他說這個拍起來會很漂亮 怎樣就有流動感 什麼就講了一大堆有的沒的 然後後來就越說越乖 他就還說 反正你就是放輕鬆去拍 他說他之前拍的人 就是拍一拍後 有跟他幹嘛的 也都是順其自然 都是很自然的 蛤 請教有跟他幹嘛的 然後他就說那是一個氛圍 就是就算已經到發生關係 都是很自然的行為 哪裡自然 他根本就在一步一步引導 對 然後我 就 我當下已經有點想跑 可是我有點怕 我必須說是會有害怕的心情 困惑和害怕 剛開始想說怎麼辦 我要怎麼樣 讓這一切是很卡 這個我就是有點應付他了 因為我怎麼可能容物情境 我已經開始有害怕的心態 就開始覺得不行不行 我有沒有辦法抽身 不然我覺得好像會發生什麼 就是自己個人不舒服的事 後來就是要到房間 然後他又要我換一套衣服 然後又要我換一套衣服的時候 他就關燈 說他要用閃光燈拍 然後當下後來我就立馬跟他說 我覺得 可是我這句話就是 卡在我喉嚨非常非常的久 我沒有辦法在當時候 就是立馬告訴他說 我要停止 那所以他是不是在這之前 已經有我一些照片了 對 然後後來他就是 又想要說服我 但是我就是拒絕到底 我就說 我就是不適合 我想要回家了 就是希望說 可以就讓我回去 後來他有幫我叫車回家 可是自從這件事情之後 我一直以來就會有個陰影 因為我會看到 每次就看到新聞說 什麼誰的東西外流 啦啦隊啊 或什麼會露臉的那個嘛 形象 我就很怕說 萬一他哪一天露出的話 那大家就知道 我有做這件事情 那我要怎麼去解釋 大家會怎麼看我 這個事情就是 跟著我大概七年快十年吧 後來一直到就是他 有家庭後 我才稍微有點放行 放下這件事 想說那他應該不會 不小心外流或幹嘛的 大概是這個樣子 這件故事 不管對方這位攝影大師 有多有名 你都不可以一個人去 對 你至少要找 找伴 找朋友 找家人 對 至少朋友 沒有經紀人的話找朋友 因為我有點忘記 我那時候有沒有問他說 可不可以帶個朋友去 這個我有點忘記 如果他 你有請示他說 大師 我可以帶我媽嗎 他說不然你自己來 可以嗎 因為我們工作人員 我們現場可能 什麼什麼 人數有限 要限制 那你一個人來 不要怕 我一個人去了 一個人到那邊 第一個看到的是綁繃帶 就拍照下來 拍給媽媽 媽 我第一套這個可以拍嗎 對 你讓那個大師有聽到 好便宜 對 然後第二套就 媽 我可以穿這個 比基尼嗎 就讓他知道說 有緊到的 媽 我已經到了 我已經到了 在哪裡 這裡地址是什麼 我們在這裡 我等一下拍的衣服 我會拍給你看 媽 你不要擔心 這樣就很合理 對 這樣他就會 李醫師 來 藉由工作 剛剛您講的就是 不對等的關係 然後 對他們 不禮貌 全力的 對 全力不對的 因為其實現在 工作上被性騷擾的人 大概有八成的人 是不敢講的 對 因為他們可能會怕說 我失去這個機會 或是我被質疑 對 被拿出來檢討 這樣子 或是被說 你想太多了 你根本就是 你隨便喔 有些人還會這樣講這樣 對 但是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 利用全是不對等 來做性騷擾這件事情 是非常非常 不可取的 合理 我覺得當然就是 你要隨時有提防 比如說用一些 比較客氣的 如果不想要打壞關係的話 可能用一些比較客氣的方式去回絕 說自己的底線 對 然後當然現在比較多 有注意到性騷擾的一些公司 他們都會做一些可以 生疏的管道 可以就是 比較保護女性的 那我覺得就是大家 可能平常都還去注意一下 就是這些生疏的管道 如果說已經有造成這些 所謂的創傷後症後群PTSD的話 就建議可以跟心理智商師討論 就是智商一下 那如果說像有些人他們可能 因為像智商可能會 就是需要費用嘛 那如果有些人他們其實他們 不是說那麼的有能力 可以去降的話 那是不是有公家機關或什麼 現在是可以打電話 社會機構 對 就是打113的話 他們有一些就是會立案 就是說如果是被性騷 他們有一些就是補助 就是針對就是像社工會去接洽 對 然後或是有一些公費的 一些就是心理智商的部分 就可以來幫助他 嗯 農宴多姿或是純淨淡雅 你的美都讓多重宇宙更耀眼 2023粉美賞 投票告訴我們 是什麼讓你的宇宙這麼美 嗯 嗯